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富豪都是大慈善家,像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宣布将其名下,百分之九十八的财产都捐到以他和妻子命名的比尔和梅里纳盖茨基金会,而他的挚幼虎神巴菲特也表示,我想给子女留下的是财产足够他们逆斩报复的,而不是让他们终其一生都录录无为。 所以,巴菲特虽然在股市上发了大餐,却被美国人称为除了父亲之外最值得尊敬的男人,而慈善事业虽然在中国起步较短,但是如今也逐渐完善起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已经开始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愿意为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 在福布斯今日,公布的《2018中国慈善网》中,上榜的100万企业家现金捐赠总额为173.1亿元,与去年的103.8亿元相比,大幅上涨66%,这也是即2011,2017年之后,第三次突破100亿元。 在这其中,恒大集团的许家印一人捐赠金额超过了42亿元,比网单中的其他前四人总和还要多出5亿元。 在许家印捐赠的42亿上款中,其中有30亿,是向贵州省扶贫基金会捐赠扶贫贫款。 贵州必劫是大方县委书记张哈在新年赫赐上说,恒大集团给大方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价值30亿元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永远激励全县人民,若养渴望先飞,至凭可能致富。 从2015年去2月起,恒大就定向帮助贵州必劫市,计划无偿投入110亿元,以捐赠到位6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一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帮扶30.67万人实现初步脱贫,到2020年,还要帮扶72.46万人稳定脱贫, 以养牛为力,大方线自古就有养牛的传统,且以撒养为主,但当地牛体型较小,卖不出好价钱,为帮助当地改良7万头土牛的品种基因,恒大扶贫团队对大方线进行实地考察后,制定了从澳大利亚引进3000头安格斯牛作为公处,从牧区引进5000头牛作为基础牧处,培植优质肉牛产业的方案, 恒大集团将引进的牛,以低于市场价近3000元的价格卖为贫困户,贫困户买牛的钱,也由恒大集团全额担保贷款获得,相当于让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借机生蛋,从打造精品楼盘,成立企业堂位,修业希望小学,到新系明星工程,定向扶贫,这些都是为了给普通老百姓一个家, 恒大成立,22年来一类基金款,达113亿元投身公益事业,许家印说,这样做会义无反顾,五年前,许家印率队到大方线调研时,看到村民家里贫困景象,心中感慨万增,破旧的茅草房上占满了杂草,根本不能遮风挡雨, 家家靠着房前屋后,一小块山坡地自己自足,经常饿着肚子过日子,一条条窄窄的小路,连汽车都无法同行,这些种种也让许家印,想起自己小时候贫穷的日子,对于贫困,我是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的,许家印本人就是穷苦人家出生,1958出生于河南省州口市,泰康县高闲相聚泰港村的许家印, 在出生后的第二年,母亲应得了白血症,撒手而去,刚满周岁的许家印成了万个国儿,1975年在泰康县第一高级中学毕业后,他几乎坐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在家务农,回复高考后,许家印走了一条大多数知识分子当年所走的路,毕业分配,满怀抱负的在一线工作岗位埋到苦干, 此后是逢改革开发潮涌,终于按捺不住一颗异动的心,放弃原有的铁饭碗,从内陆的河南直奔深圳,开始了上海浮沉。 所以,许家印也是半个孤儿,从小到大,他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农国和父亲相依为命。 许家印曾这样对媒体描述,当年的那段艰辛岁月,我们家住的是破房子,盖的是一床满是补丁的被子。 有一次,我带到学校的码头和地光饼,过了三天就便没长毛,但是还是舍不得扔掉,洗掉没点以后继续吃。 这是早年相同的境遇,他让许家印十分关心弱势群体。 他甚至建议国家,应该强制在内地深圳区域,设立低收入家庭辅助基金。 但有利润的企业每年捐赠一定比例的利润,利润多则多倦,利润少则少倦。 恒大作为一家靠房地产起家的企业,能主动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实属难得。 而许家印也计划带领恒大转型,在3月26日的恒大业绩发布会上,许家印宣布了恒大的一项战略。 恒大将积极探索高科技产业,逐步形成了以年生地产为基础,文化旅游,健康养生为两亿。 高科技为龙头的产业格局,打造百年企业。 许家印的格局和报复,决定了恒大的进化基业。 他希望自己和企业能深入国民需求,成为一家真正伟大的企业。 因此,依托住起家后,恒大迅速向国民获得健康,过得快乐的理念靠拢。 再向科技产业进军,从帮助假月停造车,到与中科院合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宣布在未来十年,内投入一千亿元打造三大科研基地。 许家印要么不做,要么做得第一手心闪路无疑。 如果许家印真的能成功,那么再帮助几个贫困线,无疑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最乐意看到的。 去福布斯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日港股收盘,中国恒大涨幅回落是3.74%,许家印身价387亿美元落后于马云、马化腾,而马云以391亿美元的身价利亚马化腾和许家印。 在中国排名第一,马化腾和许家印的身价分别为389亿美元和387亿美元,仍有随时赶超的可能。 有趣的是,中国首富的位置在一天当中发生了三次变动,可以说是戏剧化十足。 先是许家印龙灯当手,几个小时后又被马化腾超越,最后马云又超越了马化腾。 众灯中国首富的宝座,大老的世界真的不懂。 你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